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一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四十二萬人 倒數八十一天要選舉投票 今天兩岸政策協會 追蹤最新的民調 蔡英文領先韓國瑜 能然超過十六個百分點 如果放棄魏表泰跟呂秀蓮 蔡英文能然相對領先韓國瑜 也因為已經連續五十一個民調 韓國瑜崩跌 所以現在這個外界觀察 可能在選戰的攻防上 韓國瑜未必能夠爭取到勝選 但是選舉過程當中很有可能發大財 不過韓國瑜陣營發大財 國民黨陣營現在各有算計 媒體追蹤 吳敦英文要搶的是立法院龍頭位置 今天柯文哲嘲笑大家 算機算得起笑 到底是不是真的起笑 以AIT末見的白眼來講 事實上外界認為 連老美都覺得台灣今年的政治跟選情的氛圍 匪夷所思 事實上AIT末見問韓國瑜的五道問題 台灣社會都應該拿出來問政治人物跟領袖 究竟這五個重要政策跟議題 你的論述你的內容 跟你的路線跟你的未來 不過這一次韓國瑜選舉發大財的背後 有多少部位人生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現場又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喵波娥亞 大家好 在梁文謙 在徐曉勳 大家好 在李正浩 大家好 在財經專家吳嘉隆 大家好 在邱明玉 大家好 好我們先看一下下面的畫面 好明玉 剛剛看到的是韓國瑜的志工說 韓國瑜也要吃喝我嫖毒 我不會要拐詐騙 這個真的是算機算得起笑了嗎 說實在話 就是說韓國瑜最近的一些表現 就讓人家覺得說 好不容易 我們終於擺脫掉了這個口水戰 不要再討論他以前的過往 失言 或是說請假 什麼風波的 好不容易就是大家聚焦 他提了一些 譬如說廢除一粒一休 或是他當選總統之後 要高鐵難言要喊咖 甚至他也提出一些觀光政策 還有包括他這兩天去嘉義 也提出了這個農產外銷比例提高三成 好 姑且不論 就是說這個執政黨就也是笑他 就說 好那你要廢一粒一休 你也談不出什麼對策來 那你的具體政策是什麼 那你農產外銷的比例提高三成 你要怎麼做 看起來他也沒有提出一個具體政策 但是至少啦 兩方的交鋒都回到了這個內政 本來大家就覺得欣慰 就沒想到這個欣慰呢 只不過一下下的時間 那今天他這個 不能說自爆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在新聞片段看到 是韓國瑜去嘉義 參加一個所謂的庶民座談 那剛好發表談話的那個人是國民黨的一個藍天志工的一個隊長 志工 志工 這個成員 他就在講 他就講說 哎呀這個韓國瑜啊 吃喝嫖毒什麼樣都會 但是就是不會拐詐騙 那乍聽之下啦 你就會覺得說 他好像是在讚美韓國瑜 就說他這個人就是不會拐詐騙 可是你在細舊 你就會覺得說 吃喝嫖毒 對啊就覺得天啊 吃喝就算了嫖毒 哪壺不開題哪壺 一般人吃喝是挺好的 刺激國內經濟跟消費嘛 但是嫖毒好像怪怪的 對 妙就妙在這 那韓國瑜當場坐在台下 他聽到 他一定有聽到的嘛 因為那個人還拿麥克風 然後這個所有鏡頭都對焦著他 所以大家都會聽到 那妙的是說韓國瑜當場並沒有反駁 他就是微笑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知道之前就是 包括陳鴻昌或楊秋昕 就是講他 就說他這個吃喝嫖毒爆女人啊 哇他的反應蠻激烈的 就說要告這兩個 後來好像是告了陳鴻昌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告楊秋昕啊 這個當然是比較令人覺得 匪夷所思的部分 那至於就是說你都已經提告了 那為什麼就是說 這個藍天志工這個成員 他在講說你吃喝嫖毒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的反應 你至少也要開開玩笑說 啊沒有啦 我只有吃跟喝啦 我沒有嫖跟毒 你至少要幫自己澄清一下嘛 然後你就又沒有 又微笑 那是不是代表你默認了 所以我就說 就他就會 這件事情 我覺得又讓他之前 我剛剛不是一開始讚美他嗎 說好不容易回到一些 內政政策討論 就會讓他的這些 之前提出的這些政策 又破功了 那你看這幾天 大家你看我們 真的節目又回來了 就說啊 那他是不是又吃喝嫖毒 什麼什麼 巴拉巴拉又回來了 那所以我認為說韓國瑜第一時間的反應 確實是有有待要檢討啦 他應該要出來澄清 如果他沒有澄清的話就會讓人又把他以前的這個印象啊 又再浮上這個檯面 那當我們還記得是說之前有做一個這個民調 就是說韓國瑜是就所有政治人物大家印象最差 他是排行第一名 而且我記得那個民調好像是說 他大家對他印象最差 他的這個這個印象 壞印象負面印象 已經高達快六成左右 討厭韓國瑜大概六成 討厭共產黨大概六成八 對對對 他的這個負面的指數非常高 那就是大家討厭他 其實並不就是說他的印象給人家太深刻 就是以前什麼小混混啊 或吃喝嫖毒這個東西 這種東西是很難改的 你一旦給人家既定的印象 你就會非常難改 所以這是韓國瑜一個很大的罩門之一 因為很多人就會說為什麼不投韓國瑜 其實他可能說不出所以來 就會覺得說他德不配位 就說哈天啊 這樣子的人能夠當我們的總統嗎 會對他的這種品性啊 會提出懷疑 譬如說未來他當總統 你能夠能夠想像說 哇天啊一個吃喝嫖毒 過去啦 過去吃喝嫖毒人 現在可以當我們的總統 但大家對總統的要求標準確實是比較高 所以這個我認為說韓國瑜非常難突破的罩門 就是在這裡 當然這個也反映在說他的這個民調上面啦 根據最新的這個這兩天公布的一個評 有兩個民調 一個是蘋果的民調 蘋果民調是顯示說蔡英文 如果跟韓國瑜兩個對決的話 蔡英文是以40.5贏過韓國瑜的22.3 那這已經大贏了這個18.2 這個是蘋果說他做了這幾次民調以來 是幅度差距最大的一次 而且呢根據民調顯示 這個韓國瑜不但12週落後 而且已經8週等於是兩個月的時間落後 蔡英文10個百分點以上啦 但是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說這個蘋果做37.2的民眾不表態 對 這也是他有史以來做的做的不表態的民眾 高達37.2高達快四成耶 對 那那當然啦 因為還有一個罩門是說 蔡英文就是連續好幾週都已經停在40%了 那大家會認為說 蔡英文是不是已經到了一個天花板 難以再突破 所以大家要看的是蔡英文的40的天花板 還有韓國瑜他是首次跌破25 對蘋果來講應該是第一次首次跌破25 這次也跌破了一個紅袖柱的一個換柱的地板 那而且這個還有一個觀察要點 這是韓國瑜第一次請假之後做的民調 那就代表說他這幾天這個全神跑透透透的 不是有做說他很努力嗎 五天跑幾個宮廟 五天跑幾個選區 看起來似乎沒有太大的功效 表示請假後他的那個民調沒有反彈 而且呢沒有正面的加分跟效益 而且還在惡化中 是是 所以我們就說他已經突破了這個 紅袖柱的換柱防線 這是韓國瑜要鎮影要注意的地方 那另外還有一個兩岸政策協會 今天也公佈了這個新的民調 那如果在支持度的部分的話 蔡英文是50.8 贏過韓國瑜的34.4 兩個人幅度差了16.4 看好度的部分蔡英文是59.8 贏過韓國瑜的28.6 那最後要講的是說啦 他也有針對就是說 包括台灣主權啦 兩岸問題還有外交處理的能力上 看起來韓國瑜的這個領先的幅度 蔡英文領先的幅度都大過韓國瑜 而且蠻多的 所以你說韓國瑜在台灣民眾的心目當中 對於台灣主權的捍衛 還有兩岸問題的處理能力 目前為止都還比不上蔡英文 那這個會不會跟上個禮拜五 AIT的末見翻白眼有關係 環統上這個AIT跟老美基本上跟國民黨的政治領袖 是比較親近的關係 然而會這樣翻白眼 外界是覺得很驚訝 那AIT的末見事實上問了五個問題 事實上台灣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問這五個問題 而且都有資格問政治領袖 因為這個問題就要做 去掉韓國瑜 這個問題就要做總統未來台灣經濟會不會過度依賴中國 那以現在的進出口的貿易的關聯度 大概最新的數據 我向前看整理過 還有37% 37%算不算過度高 這個是可以就是論事來討論國家的路線跟政策的嘛 第二個問題是兩岸關係怎麼處理 那當然會不會比蔡英文 是因為蔡英文是現任總統嘛 你跟現任總統有何差異 如果讓你處理兩岸關係 然後他問和平協議簽不簽 簽或不簽你表態 你要簽的話無度逆表態過 他贊成簽 你要不簽的話 OK你可以反對 那你贊成跟反對的意見路線跟做法是什麼 這個社會會問台灣的政治領袖 再來中共介入 很介入 待會播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魏鳳和怎麼談 那中共介入你怎麼表態 你怎麼處理 你怎麼回應 你擋不擋得住壓力 最後軍購 軍購很現實 老美走到哪裡都要賣飛機 他跑到日本叫安倍買F35 一口氣買109架 好啦安倍買109架 台灣要買多少架 買不買單 不買單是不是 不買單老闆跟你翻臉 那你要跟他維持什麼關係 所以墨健問的問題 這五大政策事實上是 每一個台灣的 這個在地的投票人口 每一個居民都可以問政治領袖的 是確實沒錯啦 韓國瑜他拒絕 就沒有接受訪美嘛 他就跟墨健表明了 那問題是說 這個洩題的這部分 已經也講了這個五個題目 那看起來韓國瑜 他並沒有當場回答墨健 而且妙的是說 兩個人在會面之後呢 你針對這個五個問題 他的國政顧問團 或是說韓辦 他本身就算連書面 也都沒有進行答覆 那坦白講 就算你韓國瑜 不去美國 不去面試 不去硬考 不去回答這些問題 你在台灣 你在台灣也應該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就算本人沒有出來講 你的國政顧問團 或是韓辦 你至少連書面也應該要給一下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個 不只是美方 就是對於台灣民眾 也是質疑你這樣子 兩岸問題的注意態度 看起來他似乎都完全沒有答 所以當然大家會對於說 完全沒有答也是一種回答 那你是必答 拒答 還是說你是擔心得罪 中國嗎 還是說你擔心得罪美國 就是他的態度到底是什麼樣 我認為說他 還是應該 不只是對美國回答 對台灣民眾更應該要回答 這個這樣子的問題 那最後啦 就是說 就是說因為他進過中聯辦 那這當然是他一個很大的一個標籤 那你今天進了中聯辦 但是你卻不去美國 那是不是會大家又給你貼上 你是親中俱美的這樣子的一個標籤 所以我覺得種種的作為啊 未來還有三十幾天 二十三十幾天的時間 我覺得韓國瑜至少不去美國 也應該把這個五個問題 跟台灣的民眾交代清楚 好問一下李正浩 我剛剛講說 AIRT的墨建幫台灣人問了很關鍵的問題 這五個問題 其實也不只可以問韓國瑜 也可以問吳吳吳吳啊 吳吳吳現在能來是國民黨此刻的黨主席 請問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到今天為止 你還堅持推和平協議嗎 如果你堅持推和平協議 當你的立法院黨團過半的時候 你黨團會不會提這種法案 這個社會包含我在內 會在意這些議題 然而這五個議題 不單單只是韓國瑜要回答 你怎麼看 我覺得韓國瑜為什麼不去美國 所以這五個議題有一題 是韓國瑜無論如何都答不出來的 是如何證明兩岸關係 能夠比蔡英文處理的好 這個問題 我聽到很訝異 蔡英文兩岸關係什麼時候處理好了 對岸不是對於蔡英文不讀不回嗎 什麼叫好 我想通了 因為他是從美國的角度問 本來就是啊 美國的角度問就是你離對岸越遠 叫做越好嘛對不對 所以說他沒有給蔡英文 他沒有給韓國瑜任何模糊空間啊 就是說你不能跟蔡英文一樣喔 你距離對岸的距離要比蔡英文還要遠 你第二題韓國瑜要怎麼回答 怎麼可能啊 這個是假設是 這個是這是美國 這是美國好水 錢是大陸 韓國瑜能夠站在中間 韓國瑜能夠站在中間就阿彌陀佛了 他怎麼可能站到說 比蔡英文來得更靠美國 對韓國瑜說 他剛剛看到自己 他大概就知道根本不能 不可能去 不可能去美國 答不出來了 而且還有第五題 怎麼配合軍售 對韓國瑜來說 他要怎麼配合這個軍售嗎 他如果答了 對韓國瑜絕對跳腳嘛 軍售現在是中美貿易大戰 為什麼絕對跳腳 他也可以say no啊 他就只要擋就好了啊 分開say no啊 有種一點啊 不敢說發大財 他為什麼不敢跟美國人say no 對啊 韓國瑜不是說 他都敢不去訪美了 更有種一點直接say no 而且弄兇一點 弄清楚一點 韓國瑜就是敢跟美國say no 但不敢跟大陸say no 他狀況就是這樣子啊 問題是軍售現在是這樣啊 因為軍售涉及到第一島鏈的危險性嘛 防禦力嘛 如果台灣軍售持續的話 對於對岸來說是絕對性的威脅嘛 所以這題太敏感了嘛 韓國瑜如果say no的話 他背後的媒體局長會怎麼說他 他背後的勢力會怎麼說他 對於韓國瑜來說 他這題也很難回答 所以第二題跟第五題坦白說 都不是韓國瑜現在能夠回答的問題 所以OK沒問題韓國瑜如果放棄了美國 他回在台灣繼續去做他的選舉 他民調拉不拉起來 我認為也很難拉得起來 有幾件事情嘛 第一件事情選舉就講兩件事 一個是派系 一個是議題 議題上這次很清楚啊 在議題上這次的議題 我們在講陳鴻家的時候 是誰發動的 是馬英九總統發動的 我很難想像為什麼 一個議題的兩岸議題主要發動者 會由前總統來發動 現在韓國瑜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的話 老實說全中國國民黨最厲害的幕僚 最厲害的菁英 對於兩岸議題最了解的人 應該都在韓國瑜身邊才對 可是為什麼對於陳鴻家的議題 他會慢半拍呢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在議題上在派系上 都沒有做得很好 陳鴻家的議題 在台灣怎麼可能可以得分 我認為是這樣子 上個禮拜陳彥如十五歲 小女孩勇將 被逝中被命案 然後到今天為止死因不明 然後到今天為止 香港的警察已經逮捕了 統計數據說 一百多個未成年的小孩 這一百多個未成年的小孩 生死未卜 那陳鴻家的議題 怎麼可能扭轉香港的議題的局面 跟台灣的局面 其他的小孩其他人命都不重要嗎 都很重要 我就是想第一個在陳鴻家的立場 他現在害怕死被放出去 他被放出去下個被自殺人 大概就是他了 對岸氣死他 因為他造成整個反送中 可是問題是站在我們台灣立場 應該說站在民進黨立場 他的態度要不要一致嘛 從去年開始說希望陳鴻家 可以過來我們來 讓怎麼樣 惡有惡報來把他受審 可是今年如果民進黨 對於陳鴻家議題有所搖擺的話 換句話說對民進黨來說 對於反送中的支持只是出一張嘴 馬英九總統是經由這個切入點來做切入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坦白說 這個切入點應該由韓國瑜來發動 如果你能夠把戰場 從韓國瑜身上 轉到蔡英文政府身上說 無論最後能不能得分 在韓國瑜身上炮火都會變少 所以坦白說 應該要由韓國瑜來發動這個議題 可是既然是由馬英九總統發動的話 顯示了韓國瑜在議題的能力上 並不足以應付總統候選人的高度 他的認知也不夠強烈 那以現在的局勢來講 81天之後就要選舉投票了 你怎麼觀察韓國瑜的民調的下滑 可能造成對整體國民黨 跟立法院選戰攻防的影響 今天包含了吳杜利都傳出來新聞說 列入不分區 那當然柯文哲嘲笑說 這酸的起笑哈哈大笑 可是吳杜利列不列列哪裡 事實上也會影響到81天之後的結果 我覺得大方向來說 我認為吳杜利列不分區 第一個勢不可擋 他一定要去列 而且我認為整體來說 吳杜利列不分區 對於國民黨是力大於弊 真的嗎 他唯有列不分區之後 他的動能才會起來 因為吳杜利之前神聲 就是他神聲 就是他總統也沒他的份 你不是被他開除了 對對對沒有錯 但我就是論事就是論事 現在還有上訴的空間 你搞不好不開除 我們講完就 因為坦白說吳杜利過去真的神聲 你覺得把他列不分區 他會動起來 他不可能列不分區 只想選的招委 他一定要拼立法院龍頭 他如果要拼立法院龍頭的話 他勢必要有足夠 一定額的立委來支持他 那他的動能要動 他的資源要下 他過去在政治上的能量要啟動 坦白說吳杜利到現在 都還沒有開始動 所以韓國瑜才會選得那麼辛苦 我覺得這是最現實的狀況 所以吳杜利列入不分區 對於國民黨的席次是好還壞 我聽到很多立法委員來說 是樂見其成的 因為吳杜利動的話 他才會動 可是狀況是那個不分區名單 不能太難看 現在我們傳出幾個名單 林文瑞中 曾明中 沒有問題 就是會有政治組 過去大家都理解 可是問題是 吳杜利要注意的是 當你把四到五個政治組列進去後 其他的議題組 環保的 女權的人權的 他要怎麼列 也來綜合這份不分區名單的難看之處 這是吳杜利要面對的 他如果做不好的話 像我認為吳杜利今天就做一個很不好示範 是他決定要撤換金門縣黨部的主委 哦 政前換將 原因就是因為他要保陳玉珍 能夠順利的選上立委 可是問題是 這件事當然充分展現 吳杜利對於立委勢在必行的意志 可是其實也會加深國民黨內鬥的印象 就是他這個權衡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吳杜利為了要衝立法委員的席次 而中間會犯很多錯 那這個錯加加減減算起來會不會得不償施放 讓我們立委的票變少 這是吳杜利的 那你怎麼顧我們黨這次立委還有多少席次 我覺得能適時席其實是偷笑啦 坦白說 因為你也覺得能適時席是偷笑 因為吳杜利今天如果列不分區 那我能然站在這個位置公開請教吳杜利 這五個問題你怎麼回應 吳杜利也不要閃躲 我就公開問你和平協議你還要不要推 然後你進立法院你要不要主推 那你在立法院主推的第一案是不是和平協議案 請你回應這個社會 吳敦義為了要選手 為了他講這個話 我做了兩集節目打臉他說 中共跟新疆簽和平協議立刻毀約 對不對 中共簽了一大堆和平協議過 但是每一個都沒信用違約 大家都拿他們沒責 現在連美國人都拿他們沒責 所以美國人打貿易戰 吳敦義變候選人就不一樣 他當黨主席一樣不一樣他當不分區的龍頭一樣不一樣 因為我會在意這個社會的立法院的龍頭 要不要主推和平協議 我應該這樣講吳敦義如果當了 呃 候選人的話他會為一切事情妥協 包含這件事他不會再強推這件事情 之前 他不會強推這件事情國台辦不會挺他 習近平不會青睞他 中南海不會幫他 他會被丟包啊 他現在很明顯嘛就是由韓國瑜去 你知道去應付那部分的選票 那他自己在所謂的地方拍機 或什麼地方組織去去做運作嗎 他是個很老烈的政治人物啦 你把他寫到場投機了 這樣子講我禮拜四就大聲講他投機 哈哈哈哈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八十一天要選舉投票 現在看起來這個韓國瑜搞不好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連續五十一個民調下滑 雖然不見得能夠有這個選戰的迎面 可是發大財這個選舉補助經費很有可能很可觀 但是這一次的選舉除了總統大選之外 還有立法委員的選舉 還有立法院龍頭的選舉 所以呢立法院最後的板塊跟地盤跟這個路線喔 事實上仍然影響著台灣社會的未來 而AIT的墨劍打槍韓國瑜之後呢 這個滾檔內還有一波新一輪的化學變化 最新的化學變化當然是龍頭之爭已經開戰 我們再看一下柯文哲怎麼嘲笑大家 排第幾 可能是第七第十就是安全內的 唉好了好了 搖頭是在線 我跟你講喔 好 我要忍住 我不可以講 市長可以問他 市長是自肥還是拉抬選情 市長可以問他那個 我要忍住 有時候常常講說 我常常覺得藍綠複打 有一個程度已經變成藍綠的共犯結構 就是說他沒知道他不是在演假的 如果說接受了陳同佳 他就變成是陷入一宗的框架 市長那你怎麼看 我聽不懂啦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還是怎樣啦 人要來倒暗 你就讓我倒暗 我是看不見這麼閉嘴的 這有時候常常是選議局 大家都抓狂氣笑 好 柏亞剛看到的是 柯文哲嘲笑國民黨現在 究竟要怎麼排列不分區 你怎麼觀察 其實對於民眾黨來說 他現在最大的利益 就是他要尋求這種 對藍綠都不滿的選票 所以兩黨的不分區名單 越難看的話 對柯文哲的民眾黨就越有利 所以吳敦義排在國民黨 不分區的安全名單內 某某程度上 我不是說批評吳敦義會怎樣 就是一般社會觀感 會覺得就是不是那麼好看 因為畢竟這個吳敦義的社會形象 其實長期以來 他是一定有爭議的 這個包括各種的綽號 行事風格等等 所以柯文哲當然很開心 因為他看到的話 如果排列進安全名單裡面 他的民眾黨不分區 就自然有可能有一個競爭力 你覺得他會受惠 他會受惠 因為民眾黨 民眾黨對於藍營的選民 是有吸引力的 因為從柯文哲主打了 這個兩岸一家親的路線 然後時不時的就要這個 尖酸批評的諷刺蔡英文 這個路線 其實他這一部分 對於一些藍營選民來說 是有吸引力的 對他來講 國民黨名單越難看 他當然笑得越開心 他的民眾黨其實現在 如果看民調的話 按照我們其實小黨的選舉經驗是 真實的投票 小黨的票數會比民調還要再低一些 因為在選前會有兩大黨會有那個磁吸的效應 那所以對柯文哲主打來講 他的民眾黨現在長期以來都可能在7到10%的這個民調 其實跟過去四年前那個時代力量 在選前的民調很像 但是最後投出來結果 你看時代力量是6% 就是差一點剛好過5% 所以對柯來講 他現在是即便兩三%也都很重要的一個情況 那他的民眾黨的不分區名單會不會很好看 我個人的判斷也是不太會 所以他不是那種非常社會賢達很輕流 一拿出來大家就哇鼓掌這種名單 他應該不會有 所以他能期待的就是最好 國民黨不好看民進黨也不好看 然後他就可以說你看他們都是派系分章 他們都是老人政治 所以請大家投給民眾黨 這個是他最主要最主要的算盤 那如果說他的另外一個潛在支持 因為親民黨幾乎已經快要被他消滅了嘛 所以只剩下其實時代力量 也許可以跟他瓜分他一定程度的選票 但時代力量他又面臨一個內亂的問題 到現在還有後遺症 所以對柯來講他現在其實他最主要想要挖的 其實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票 所以國民黨應該要小心 我是覺得如果吳敦義真的有這個 為了大我犧牲小我的話 他應該排第34名 為什麼 張顯他黨主席真的都是為了大家 真的是沒有私心 那到最後呢在徐圖這個前進 因為如果說排第一名 那最後搞不好被換掉 你說這個 吳敦義的黨主席搞不好被換掉 如果今天他的服選的成效就是不好的話 被換掉這當然沒話講 因為你就是本來要贏的局被你打到輸了 那怎麼徐圖再騎 那就下台拜拜了 所以現在他現在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至少他要在整個過程當中做到讓人家說他 對他真的沒有私心 那排第一名就是私心非常的重嘛 你不僅要進立法院 你還想當立法院龍頭 然後到最後敗選失敗的結局 都歸在你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你當個陽春立委有什麼用 他副總統都當過的人 爭一個陽春立委要幹嘛 那你排第七名第十名 其實也有可能反而有所謂壓縮國民黨不分區的效果 因為人家想說吳敦義在安全名單 那我這一票邊緣嘛 那我這一票還是不要給國民黨好了 也許我給民眾黨啊 因為他不想要協助吳敦義進入立法院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他作為一個已經當過副總統的黨主席 不知道是他的幕僚 乾脆就是把他排在第三十四名 顯示這個服選的決心 顯示他為這個黨扛起這個整個選舉勝敗的決心 然後等到韓國瑜真的把國民黨立委都拖垮的時候 搞不好他在這整個局裡面還會被人家評委 是至少看起來吃相比較好看的人 你覺得韓國瑜會把國民黨立委拖垮 如果說韓國瑜他這樣持續全台趴趴趴走 的時候就是有機會他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會讓這個一些立委很為難 因為就以我們這個台北市來講好了 韓國瑜來到台北市來到這邊掃街的時候 請問他的立委候選人要不要跟他一起掃 如果要掃的話跟韓國瑜一掃街 結果立委候選人五千票被他掃掉 那怎麼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去爬爬灶 反而是去為難這七十幾個區域立委的參選人 如果說他能夠就是專心自製的 就是每天在那邊講幹話的話 搞不好這些候選人還有機會保全自己 所以在一些五五波的選區 我是覺得韓國瑜這樣走的效果 反而會傷到國民黨立委選情 巧欣怎麼觀察 我覺得就是我們看不分區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2012跟2016兩次經驗來看 那在2012年的時候 這個選戰的操盤手是金普聰執行長 那時候有一個很主要的選戰議題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比民進黨還好 就是說民進黨的這個不分區名單 都是一些仇庸啦 一些這個政治組的啦 很不好 國民黨都提出像什麼楊玉欣啊 他是身杖相關的 然後很多很優秀的名單 那一年呢 國民黨的不分區拿到16席 但2016年的時候呢 也有另外一個議題是說 朱立倫的不分區裡面 有一堆政治組的 其實他也有想到說 不能都是用政治組的 所以他提出一個策略 就叫做 類似於說做兩年之後 政治組的他要去選 這個縣市首長 然後呢 後面的人來地補的這個策略 那時候的說法是這樣 但當然因為他後來也不是主席的 也沒有辦法管那麼多 所以真正去選的人 其實沒有原本想像的這麼多 可是你也可以意識到就是說 在不分區的名單提名上面 要有專業的人士 大於政治的人士 算是民眾的共識 所以大家的這個選舉操盤的方式 才會用這樣子 反而在2016年的時候呢 民進黨就不斷地講說 他們所提出的這個不分區的名單呢 是相當專業的 然後有很多各界各領域的人才 所以那一年呢 民進黨的不分區呢 拿到了18席 國民黨呢 就下到只有11席而已 所以國民黨的不分區的名單 提的好不好看 我覺得很重要 那吳敦毅主席的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他是一定會列入的 因為他總統都已經很想選 但是後來就宣布不選 然後讓大家變成是說 可以讓你們這樣公平競爭 這個我來做莊 來看大家選 都是公平的 那他唯一一個機會就是說 除了主席 主席很辛苦 主席不是很好缺 主席要一直借錢 三千萬什麼一直燒 然後要幫大家服選 那他至少他覺得說 他如果在立法院裡面 可以貢獻自己的專長 那他主席的身份 有一些影響力很多的 中常委也非常支持他 所以我覺得吳敦毅主席 列入不分區 基本上是定局了 那唯一現在的差別在於說 他要列在哪裡 現在目前有第7名 然後第9名跟第11名的選項 這三個選項有什麼差別 我認為是排第7名是最好的 其實我之前就已經預測了 因為那時候大家在講說 吳主席要排不分區第一名 或者也有人主張說他要壓最後 可能排個第14或15之類的 我基本上都覺得這兩個選項 都不會是最後的答案 一定是壓在中間 為什麼 你放第一名人家會講說 你都當主席了 把自己排第一名 這個觀感很差 這個第一名大家會討論的比較多 那如果你放在最後的話會怕說 因為吳主席他的民意 民調其實相對其他的這種總統會員 是稍微比較低一些 我是很可惜稍微比較低 所以說會擔心說有些人故意要黑吳 可能就會說那吳敦義放在最後14名 那我們不要投國民黨好了 好你看政治人物這種政治組的不要投 那導致我們的不分區席次減少 到時候又要變成說主席是他的錯 所以他可能會採取蘇嘉全模式 蘇嘉全在2016年的時候 他是最後的立法院長 但他其實是排第幾名 第八名我印象中 第八第九左右排在中間 所以我認為最後的結果 要不是第七就是第九 那我覺得第七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那為什麼柯文哲笑這麼高興呢 他就是希望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裡面 都有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政治組 那對民進黨來說 因為他們現在是執政 那要穩住這個軍心 其實確實是需要很多 在跟地方上面的一些利益的交換 好這個是選戰過程當中一定會有的 那即便像國民黨現在是在野黨 你知道嗎 這個現在目前在爭取當不分區的人超級多 像我們議會都會有人來請我們簽名連署 說要支持他當不分區 真的真的 我已經簽了兩個了 那基本上不好意思講誰 怕他們沒有爭取成功 那也是我的錯 但是就是大家覺得說多交朋友 反正就會幫忙簽 就說加油加油這樣子加油 那就是光我就簽兩個 你就知道現在大家都很想要爭取這個名單 所以但是這種政治組的名單 越多的時候 其實民眾他可能觀感會越差 那觀感差的時候他就會轉頭 這種所謂清新的小黨 不管他是時代力量或是民眾黨都有可能 所以有些人在問喔 問說民眾黨為什麼要提名這麼多的區域的立委候選人 因為其實以民眾黨的實力來說 他其實真的你說提實習已經是他的極限 可是他提的目前看起來遠遠超過 就是因為他們一定會希望他每一個區裡面可能都有機會有一個是民眾黨的 那他總是要宣傳敗票吧 宣傳敗票的時候 就算你沒有去投給他的區域候選人 你有可能會注意到有民眾黨這個政黨 然後他在這個不分區的票的時候 有機會投給不分區 所以為什麼他提了這麼多人 很多可能大家都說都是沒有聽過的 我認為原因在催不分區的票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巴士一天選舉投票 現在韓國瑜選舉發大財問一下這個文傑 怎麼觀察 以民調的結構內容看起來 蔡英文現在民調相對穩定長期領先韓國瑜 但是在政黨支持度的部分 藍綠事實上旗鼓相當 那以這一次不分區 民黨內部也陷入內戰 那國民黨內部也有內鬥跟內戰 你怎麼看 我自己是認為說 民眾在投政黨票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會去管 這個名單裡面是誰 雖然巧欣剛才說 那個名單裡面是誰好像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是選舉前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 名單是議題 他是一個議題 但是民眾他其實實際上 就是投一個民進黨 就是這樣 就是認同國民黨 他就投國民黨 認同民眾黨就民眾黨 民進黨就民進黨 親民黨跟新黨都有認同 對 你說不分區的立委 你說這個名單到底要多漂亮 老實講 本黨喔 本黨有很多不分區立委 他們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們 碰到他們認識我跟我打招呼 但是我不認識人 你大排議員 就是這樣 對啦 所以其實一般人更不認識 一般人不認識 主要原因是 他們已經就任三年多了 他們沒有這個非常明顯的表現 不管是政策法案議題上面 我就是問是喔 你今天那個 如果不分區有一個主要的議題的法案 那去長期的經營的話 你的社會知名度 你的社會影響力都會不一樣 沒錯 你像油美女 她在這個同婚這個事情 所以她現在知名度算是很高的 對 當然我們還有不可諱言 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王龍章啊 像陳曼蜜啊 知名度就低很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民眾不太會去因為名單怎麼樣 去決定他投不投票 除非你名單裡面有個很爛的人 那吳敦英是不是那個很爛的人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對國民黨支持者來講 你都可以接受他做主席 都選主席了 所以我覺得他不然排在第幾名 差不多啦 那本黨也是一樣 我們目前現在也是為了不分區在交投浪額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資格去批評 別黨的提名方法啦 至於這柯文哲的部分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像 像剛剛 苗不太講得很好 就是說 小黨 他在選前 他民調也許高 但是他真正要投正黨票的時候 兩黨會 拉扯之下他跑掉 我記得上一次 時代力量在我們在選前 最後一次撤的時候 是 12還15啊 這麼高 支持度這麼高 對 但是 後來兩黨一瓜分 他就變6%而已 那所以柯文哲他 但是後來民進黨 有一直叫基本盤歸隊 沒有錯沒有錯 那所以現在對柯文哲來講 他也有這個危機嘛 就是說他看起來民眾黨現在的支持度 大概10%12% 一直穩定喔 但是他到最後他會不會因為這個瓜分效應被拉扯 所以他現在柯文哲要切割 就是說他跟你民進黨切得很清楚 以免我到時候 受害 受害 這樣 所以他為什麼要三不五十要K民進黨 三不五十要罵陳菊 罵什麼什麼這樣子 他要把他的民眾黨的這個 跟民進黨重疊的部分 其實要切掉 切割開來 其實這個對我們是好事啦 老實講每次柯文哲罵民進黨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這個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本黨其實不想再跟他鬱鬱鬱鬱鬱 對 那就是大家離婚的話分乾淨一點 沒有錯 沒有錯 分乾淨一點會比較好 那但是柯文哲現在對於 國民黨那邊的 我覺得他是想要往那邊驚吞蠶食 他現在已經不會企圖想要從綠這邊 去抓掉 所以他嘲笑韓國瑜 那這一個嘲笑吳敦尼 都是在驚吞蠶食淺藍的票 淺藍的票有一堆 或者中間年輕的票 有一堆是討厭韓國瑜的嘛 對而且國民黨流失了一堆 中間跟年輕的票 然後這一些人 可能同時也是討厭民進黨 所以這一些票乾脆不表態 那柯文哲能吃多少算多少 所以他是要吃這一塊 那我覺得他柯文哲的算盤 打的是很金啦 我覺得他這個路線 如果我是他 我大概是做同樣的選擇 那至於你說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很難說 因為你要看宋楚瑜跳下去 我相信宋楚瑜會跳下來選 宋楚瑜跳下來選之後 他必然會帶動 而且我覺得他這一次算是 他可能是他除了2000年那一次以外 這一次他會選得最好 他不會選上 但是因為對韓國瑜討厭的人實在太多了 那他這些人很多人 他他不願意投參英文 就會轉到宋楚瑜上面 民眾黨 民眾黨是直接受害 國民黨有沒有受害 國民黨一定也會有 國民黨的區域立委有沒有受惠 區域立委比較好 因為區域立委 國民黨的部分區受害 國民黨的區域受惠 因為宋粉的票可能在區域上挑的這一個傾向 比較接近國民黨區域立委 因為親民黨他沒有推什麼區域立委 所以很多很多人如果他出來投他如果要投宋楚瑜的話 那他立委這一票他可能就投國民黨的嘛 譬如說他可能就投廢宏泰之類的這樣子 你至於說韓國瑜他現在的狀況 我是一直覺得 譬如說我前幾天去看那個小丑這部電影 我為什麼會去看 是因為口碑 不是因為小丑其實沒有打什麼廣告 那所以一部電影就是這樣 你的內容好 你這樣就口碑好 口碑好傳出去 你的票房就會好 然後呢 你韓國瑜他的目前是 我是認為他不斷的去造市 但是他的內容沒有 對 他的自己的產品形象 如果沒有本質上的改造的話 他走跑再多的廟造再多的市是沒有用的 對 是沒有用的 譬如說他前幾天去昨天在嘉義 他講說我以後要把這個農產品的外銷 提高為三成 這個就是完全是鬼扯 完全是口號 這個就跟我當選之後高雄要發大財是一樣的 因為台灣的農產品 我們努力了多少年 也不過出口的比例差不多還不到一成 不到一成 那我們的主要出口對象其實是日本 所以你這樣講說我以後要提升到三成 那個就是你的一個說法而已 那個跟發大財一樣 跟發大財差不多 但是提到三成這件事情 這些話會讓某一些農民這個重道 就是說覺得不錯啊 覺得有一個人要幫我拼外銷啊 沒有錯但是如果說韓國瑜 就是說這句話 這句話應該這樣講 這句話也值得討論啊 這句話你梁文傑不會買單啊 苗柏亞不會買單啊 許巧心也沒有務農啊 但是如果在嘉義進產啊 如果種火龍果好了 好就以火龍果為例 他想說欸 阿伯如果外銷三成 價錢比較好就不錯啊 就跟買樂透一樣 你買樂透 你有時候這個號碼 用苗柏亞的生日 每次都貢估 下次挑許巧心的生日試看看 運氣好 搞不好重頭彩 有的時候買樂透 你是隨便亂挑啊 好啦那高雄市民覺得 欸這個市長我都沒辦法發財 我換一個看來會發財 現在這個總統 我也養三個月沒辦法發財 阿伯如果外銷不一定會發財 雖然韓國瑜這句話 還是會中某一些選民選票 你講的沒有錯 如果說韓國瑜今天 他沒有當上高雄市長的話 他可以繼續講這些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會中會當選總統 但是問題是他已經當了高雄市長 已經被檢驗了 人家就是說 你就根本沒有辦法讓高雄發財 所以高雄承擔了多少 臺灣的苦臺灣的難臺灣的業 而且而且你韓國瑜 譬如說他他今年二月的時候 去高雄人幫全體臺灣人承擔多少負擔 他去檢驗這個社會的政客跟詐騙 跟政策詐騙 對 高雄人你們辛苦了 你們委屈了 你們幫臺灣人做了很多公德公益 那韓國瑜他今年二月 去大陸那邊簽很多MOU 你最後他到目前為止 執行率只有7%而已 顯然就是說當時簽的很多的 什麼外銷訂單或是什麼 大概也都是口號而已 對啊 對 所以他今天在講說我要讓外銷增長到三成 我覺得是沒有人相信的 韓國瑜最大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他去年差一點點沒選上高雄市長 他今年來選總統 我相信他勢如破竹 我相信他是如破竹 但是他這個對他來說不幸的是他真的選上了高雄市長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用我剛剛講的邏輯 陳其邁幫民進黨承擔了倒台的業啊 贊啊辛苦啊 也可以這麼說啦 也可以因為韓國瑜選上了高雄市長 所以就是大家就檢驗他了嘛這樣子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81天選舉投票 韓國有51個民調連續的崩碟 那很大的關係 當然跟國際因素國內變數 乃至於政策政績都有關聯性 然後今年2020台灣內部的選舉 仍然是美中兩個代理戰爭的攻防 所以呢 AIT的墨劍對韓國瑜問了五個重要的核心問題 而在中國的部分呢 那魏鳳和講了兇狠的話 魏鳳和是何許人 是中國國防部長 那每一次中國只要恐嚇台灣 最後在台灣都會發生負面的效應 好這樣大家剛剛看到的是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 他認為香港的反送中是美國插手的顏色革命 然後台灣今年的政治選舉 也是外來勢力介入台灣的選戰的攻防 然後事實上台灣長期以來一直都是美中角力攻防的核心所在 是的 我們現在看台灣的大選 也可以從台灣內部來看 也可以也應該要從台灣外部來看 就是從美中關係的這個架構來看台灣的重要性 也就是看美國眼中台灣到底具有什麼價值 有一個事情是發生這樣 在那個96年台海危機之後 柯林頓總統去北京訪問 在公開演講中他講出了一句話引起軒然大波 就是美國不支持台獨 那因為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對台獨表態 所以這句話讓很多評論家認為柯林頓是年輕的總統 不懂外交 可是柯林頓反駁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有延續性的 他這個是有根據的 就引起好奇了 後來2003年12月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在紐約看到外交檔案解密 這個檔案才出來才明白 原來是1972年 尼克森總統訪問上海 簽上海公報的時候 是美國跟中國初步接觸的時候 在談的問題裡面就已經談到台灣的重要性 我現在把那個對話還原 周恩來問尼克森第一個問題 我們兩國 美洲美國跟中國是不是要關係正常化 尼克森說是的 第二個問題 那麼美國跟中國關係正常化之後 是不是要撤出台灣 就是要斷交 會約會除共同防禦條約撤軍 尼克森說是的 第三個問題來了 一旦美國勢力從台灣撤出之後 我們擔心日本向外擴張 重新把手伸入台灣 請問在這一點上 美國能為我們做什麼 尼克森的回答是 我會在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內 看管日本 阻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阻止日本重新把政治勢力伸入台灣 那麼周恩來對這個答案滿意 於是接下去第四個問題 美國知不支持台獨 尼克森回答 美國不支持台獨 那獨派的人會說不支持 Do not support 不等於反對 oppose是反對 然後第五個問題 周恩來問 那美國還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嗎 尼克森的回答 我都來跟你談建交 就沒有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這回事 這五個問題對話完了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美國跟中國接觸 美中關係在發展的同時 雙方都意識到台灣的地緣政治價值 是對日本就是如果台灣被跟大陸統一 還是說台灣政策傾向大陸 那麼對日本來講 等於南方國防前線破一個大洞 日本幾乎只有重整軍備一途 而美國不可能接受第二大工業國 曾經打到美國領土的日本 重整軍備 所以美國防衛台灣也是為了牽制日本 好 那從地緣政治的關係 一九七二年的三大公報 當時的地球上的背景是連中制書的美國戰略 但現在的整個戰略 對華戰略是完全不一樣 對雖然不一樣 但是但是美國掌握台灣 或者實質控制台灣之後 他變成說第二大工業國的日本 他可以牽制 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 他也可以牽制 美國掌握台灣有這麼大的作用 地球表面上沒有第二張牌 可以取代台灣這個作用 所以我說台灣是美國的王牌 甚至於重要性 現在還比以色列重要 好那麼現在回頭來看 為什麼墨建會提那五道問題 其實那就像你說的 那五道問題其實真正的不是出韓國瑜 為什麼 美國對台灣的政治人物 都有在蒐集情報建立檔案 他會對韓國瑜可能什麼回答不了解嗎 他心中有數 所以那五道問題其實是給韓國瑜補考 希望韓國瑜改協規正 靠向美國這邊 你的解讀是補考改協規正 可是他其實也是 為什麼要透過國民黨立委來轉 他就是要讓他曝光 所以就是說你說的 他這個問題也在問吳敦毅 也在問國民黨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 美國還一定不能放棄台灣 他一定要防衛台灣 所以會賣台灣 越來越尖端的武器 可是如果台灣的政黨輪替以後 出現一個親共的政府 美國無法接受 就是美國現在美中關係由和解走向對抗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不可能 不樂見 台灣出現一個親共領導人 對 那韓國瑜被 所以美國連中制書的時候 可以接受兩岸交流 然後可以接受台灣的政治路線相對親中 但是美國現在全球圍堵中國之後 那就不希望台灣靠中國太近 現在希望拉得越遠越好 你講出重點 這就是美國眼中 怎麼樣看現在的台灣 現在的地緣政治的重新思考 特別是川普政府 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面 已經把中國列為 美國的首要的戰略競爭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當然不希望台灣 往中國那邊靠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墨健問了韓國瑜 這五個問題 墨健相對上認為 蔡英文的路線符合美國利益 而且肯定了蔡英文路線 對美國利益跟台灣利益的固權 是的 這也是說目前美國這一任支持蔡英文 但是美國也不希望 在這裡很重要就是 美國不希望說看到民進黨一直執政 因為這樣有個很大的風險 就是會讓中共覺得和平統一絕望 於是可能會有軍事冒險的主意出來 就會有剛剛魏鳳和那種話 中共軍方肯定是強硬路線 但是中共的政治方面的考慮 不見得要強硬路線 因為和平統一也還是阻掉 所以AIT的墨健這句話丟給國民黨的立委 也希望國民黨立委回應這個社會 這整個政黨你以後路線走哪裡 你不只韓國瑜要回應和平協議 吳敦逆也要回應 那立法院黨團也要回應 區域立委都要回應 這麼重要的議題你站在哪個路線 就跟同婚一樣 這麼爭議的議題你站在哪個路線 你不要想閃躲 尤美宇閃躲都被我公開K好多次 我再把他拿出來K一次 吳敦逆講那個和平協議 如果你去看時間點的話 他應該是在上半年的時候 就是說韓國瑜的民調還高的時候 他現在不敢講 但是這個社會能然會質疑他 我仍然會在意 我將來如果選出一個立法院的過半的政黨政團 他最後主推和平協議 我可能面對什麼路線跟什麼未來 是的 所以現在墨健出的題目 就是在要國民黨釐清他的兩岸政策論述 萬一將來美國樂見國民黨重回執政的時候 你不能在重要利益上跟美國是不合的 那我反推 AIT墨健也在將韓國瑜一軍 也在將國民黨一軍 讓你們表態 以及你們區分路線 你們都給我表態清楚 區分路線出現清楚 那如果你們要正式變成國瑜黨OK 那他搞不好扶植別人 扶植別的政黨 那個他人也許是柯文哲 也許是郭台銘 也許還有另有他人 對 所以我說這個還有時間觀察 但是大前提是 美國基於他的國家利益 跟戰略利益 跟地緣政治考慮 他不可能放手台灣 然後他還要加強台灣的軍力是因為 他要讓兩岸保持軍力平衡 然後所以他肯定相對於中共對台灣的壓力越來越大 美國對台灣的軍售也會越來越好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他要確保台灣的政黨輪替 是兩個反共的政黨在輪替 所以他現在等於在幫國民黨開始敲這個兩岸政策論述了 AIT的墨見問到這裡 沒有辦法問我就再公開問一次 我多利請問這五個問題你怎麼回答 立法院的政治明星將啟程說說你的意見 不要閃躲 講話說說你的意見 不要閃躲就不要騙人 就是說你贊成也沒關係 你贊成 你讓我知道我支持你 而你是贊成 你反對也沒關係 你不要騙人 韓國瑜今天之所以連詐騙都會被貼 主要的原因是他確實有很多東西是騙的 你告訴我你反對沒關係 那我就知道當我支持你的時候 我支持的是一條反對的路線 但是你不要前面說反對 後面是贊成 前面是贊成後面是反對 那我兩邊都覺得你騙人 你從頭到尾就是個詐騙集團 那就糟糕了 然後現在我們看回來 韓國瑜的那個處理 他對美國說不 他不回答也沒有去美國 這個政治表態 中共可以接受 就是說你敢對美國抗拒這個壓力 OK對不對 然後對美國來講 你不來美國你選不上 對美國對這個選舉結果 也覺得OK 對不對 我本來就不希望你選上 因為你答不出來 對不對 那對韓國瑜來講 他的目標守住韓粉 守住四百萬票 守住選票補助款 對不對 發大財 然後他會變成國民黨裡面 勢力最大的諸侯 所以利用這次選舉 2020這個大選 清掉了 國民黨完全清洗 而且我剛剛點名的人 如果你們不表態 你們會一起被陪葬 被清洗 你們只有在表態 才有可能區隔化差異 那你們到底會不會卸下 政治舞台被清洗掉 被洗掉被丟包呢 我們稍後再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